這個知詞的部分 目前比較流行的說法是說 可以把知詞組織當成是刻畫 好啦,接下來吧 把它當成是已經刻畫過的膜弊細胞 對一般的膜弊細胞來講的話 可能是儲存、分泌等這些功能 可是這群細胞呢 它的重點是放在那個 強化這個局部的支撐力 那為什麼要強化?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一般典型的膜弊細胞 它排列上其實會有明顯的鬆散的跡象 證據就是那個 你去看細胞 兩個細胞之間是貼在一起的沒有問題 可是你三個以上的細胞相離這個空隙呢 其實在顯微鏡底下看的是蠻清楚的 那當然你講說細胞可不可以透過吸收較多的水分 就像這樣子 植物體如果要支撐的話 當然可以適度的提高膨壓 就是讓細胞有點過度吸水的狀態 那當從細胞的觀點來說 細胞要吸收比較多一點的水分 勢必也表示一件事情 那細胞間的空隙這邊應該也是飽含水分 可是那接下來也有一個問題 那當細胞的支撐力不足 比如說你就看葉頂垂下來了 對不對? 然後那個植物體的筋沒有辦法挺直 也彎曲了 但是表示如果連細胞都撐不住的話 外面的水分大概也好不到哪裡去 所以博病組織就有這個特性 這個水分的流失當中 或水分不足的時候 其實它支撐力就會比較遺憾一點點 好 那所以怎麼強化呢? 這顯然的 這個地方是脆弱的點 所以也許可以在這個地方做一點膨脹 好 然後要稍微提一下的是 這邊我們會用到一個 因為兩個植物細胞之間 你現在細胞 然後細胞膜 細胞膜 然後細胞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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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植物的細胞之間 不是有一個 額外的層次 就是 中 膠 層 還 果膠這個成分 好 等一下會用到這個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 植物細胞之間 有 一個方便的物質交流管道 叫什麼? 好 原生子質 好 這邊往兩個方向去做改造 第一個改造方式就是說 我維持這些細胞 還是我的 那我也不去動細胞膜 我也不去動細胞壁 OK 只在做一個地方去強化 細胞自己本身有一個好處 因為細胞膜畢竟對物質有一定的選擇性 所以 如果細胞想要去流住水分的話 相對來講 它比較可以去積極調節 可是細胞間的空隙呢 如果水分要流失通常是比較守不住的 因為這是細胞外的環境 所以也許 強化的策略之一呢 我可不可以盡量在細胞間這個地方 去增加一些特殊的溶質 然後讓它的保水力變得比較好 所以 有沒有自己做過 活動愛育仙草 對不對 所以你把那個 洋菜條有沒有 洋菜條看起來就是 大概一條的量 然後用個鍋子 然後放下去 對不對 很明顯的你的水是遠高於洋菜條的量 比如說 洋菜條事實上 你放下去 它的 濃度事實上不是很高 所以你把它組化之後 接下來放的冷卻 它就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是 膠體 容易 對不對 膠體容易的好處是什麼 比如說 如果你看那個 果凍 那麼大一塊 你這樣去實驗一下 把它放在洋光曝塞的話 等到完全乾掉之後 其實裡面的洋菜粉 就只有那麼一點點 所以 膠體分子有一個好處 當它形成複雜的這種立體的網狀架構的時候 其實 它 留得住水分 你看 就跟那個 國凍 愛玉 什麼仙草 這類的事實上 它裡面最多的仍然是水分 那跟純粹的液態水的差別就是 這些水分呢 被留在一個 很複雜的立體的網狀架構當中 所以 也許用這個方法呢 我們在這地方去做強化 那事實上 材料也不用再額外多少了 因為中膠層裡面 中膠層的組成分是什麼 中膠層的組成分 中膠層的組成分 不就是果膠嗎 所以我們吃的愛玉跟 那個仙草 愛玉 你知道嗎 就是把愛玉紙搓一搓 對不對 然後搓完之後 接下來放的 好 連煮都不用煮 你放的 然後靜置下來 只要你水中的礦物質 不是什麼太低土的話 對不對 那 濃度也不要太差 它就請求較低容易了 那 仙草就比較麻煩 所以那個仙草買來的時候 你們是買那個 合成的 或者是廚師畫過的 就整個那個 有一種仙草的植物有沒有 那拿來熬 然後接下來整個撈起來 過濾之後放著 它也就變成仙草洞 好 所以其實那個就是果膠 那個成分就是果膠 那 平常的時候呢 兩個細胞之間 因為 細胞幣 細胞幣 你把它想像成像兩張紙 兩張紙要緊緊貼在一起 有困難 所以 平常當兩個細胞 直接緊靠在一起的時候 我只要加一些果膠 就可以搞定它們兩個之間 大致上位置是可以固定的 那我現在是要 豐富這個成分 所以 只要在這些縫隙的地方 刻意在 比平常用更多的果膠 某種角度就搞定了 對不對 可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呢 破壞了嗎 沒有 那我破壞一下就好了 一下一點點好 所以 你以這個細胞當參考 當你用特殊的染色去染的時候 你可能會誤以為 這個細胞怎麼感覺 看起來 細胞幣呢 有些地方比較多 比如說 它跟另外一個細胞 直接貼在一起的地方 細胞幣看起來比較多 同時跟另外兩個或三個以上的細胞相影 這個角落呢 看起來 細胞幣比較好看起來 事實上 它的細胞幣 還是維持出生幣的狀態 它的改善值是 把原有的 以那種比較可容性的這些礦物質 小分子有幾乎比較多的這些細胞外人環境 塞了更多的大分子 因為果膠其實是大根子 然後所以 它是具有聚合物的特性 所以你現在呢 讓這個地方塞滿了這種東西 對不對 留得住水分 支撐力也變好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種特殊的細胞 就叫做後腳細胞 那這種做法的好處是 因為它仍然是活命細胞 所以 後腳細胞是活細胞 所以我很希望 補強支撐力 那這個細胞也比較浪費 就是 活細胞它還是可以執行一些代謝 那這個做法基本上是可行的 可是因為 這樣的支撐力呢 它不見得很夠 所以 有時候呢 我們要做一點比較終極的改善的方法 直接讓細胞幣呢 大幅度的增厚 所以這下子 又要扯到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 另外的活幣細胞 它只有出生幣 就是從當初分生組織分裂出來 一路沿用 那隨著細胞增長 那細胞幣沒有特別加厚 那這叫出生幣 那 如果它要往那個 強化的方向 從細胞本身去做強化 剛剛那個是在細胞之間去做強化 那如果你要強化細胞本身的話 勢必要增加細胞幣的厚度 所以這時候呢 就有四生幣的需求 好 所以出生幣跟四生幣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紅色的線條代表細胞膜 好 本來出生幣跟細胞膜是貼在一起 那我現在要加厚 所以下一步是 我就在出生幣跟細胞膜之間 再堆上額外的纖維素 以及可能會參雜的其他的材料 所以一般的四生幣會出現在哪裡 四生幣會出現在我 跟原來的初生幣之間 這樣嗎 好 所以我現在呢 可以先添加第一次 所以添加第一次之後 細胞幣明顯厚度就增加了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 B的細胞膜本來 細胞膜本來貼的白色這條線 那我現在就要退 本來在這個地方 你就要退一步的空間 對不對 因為現在四生幣佔了一定的厚度 所以這時候 細胞質的分佈範圍就往內縮小一些些 有沒有看到 那還不滿足 所以接下來呢 我可以在第二次再增加 所以厚度又會再增加一層 那前面第一批增加的跟第二次增加的 是 因為它是不同時期添加上去的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顯微鏡底下 連光學顯微鏡都有可能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不同次的 不同次的次跟幣之間 事實上它會看得到層次的差異性 所以經過了幾道手續之後呢 假設這是第一次的 這是第二次添加的 這是第三次添加的 對不對 還不夠的話 再繼續加進去 所以這時候會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來 細胞質當初在哪裡 細胞質當初幾乎是從這條白色線條 再往裡面一點點的地方開始算 對不對 所以你刺身幣不斷的增加的過程當中呢 細胞膜的邊緣就開始一路退退退退退 那我們怎麼知道它有在退 因為原生子絲 你去看原生子絲 本來 細胞之間這個原生子絲呢 其實這個管道非常的短 因為細胞緊緊的細胞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 我在一個平面上直接打動而已 後來等到細胞臂變厚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原生子絲 就真的開始逐漸的 好像變成一個管子延長一樣 這樣 好 所以隨著你的細胞臂增加的厚度 越明顯 那個管子 有沒有 細胞只是在退縮 可是原生子絲 是看得到這個管子好像是在延伸 看到齁 好 到最後 等到你現在細胞退無可退 只剩下這麼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咧 原生子絲本來確實是可以讓細胞之間交流物質很方便 但是 即使是這樣子的狀態 物質通過細胞膜 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管道 那以前我們都有提到一個概念 就是常常在這個考試上面講說 那個細胞幣對物質沒有明顯的篩選能力 也就是說它沒有半透性 只有細胞膜有半透性 對不對 其實那個只針對這種比較薄的來講 你去想 讓一個細胞幣厚到這種程度 我們不要講別的好的 你今天 隨便拿一張紙 然後滴一滴水下去 大概滴下去的時候 另外一邊就看到那個水透過去了 你現在如果用是像這樣的厚度 然後呢 上面去滴一滴水 請問你要等多久 那在最底下的那張紙才會看到水升下來 所以厚度其實是有影響的 所以一旦細胞的厚度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細胞它在物質的交流 取得困難的情況之下 這個細胞大概也很難做下去 所以這樣會導致一個宿命 這個細胞最後成熟的時候它會走向死亡 那它會有一個橫跡 就是你去看到它那個原生子絲 原生子絲伴隨著細胞膜一路往裡面縮 退縮 然後呢 所以那個原生子絲好像那個管道就越來越長 那等到細胞死掉之後呢 因為細胞壁留得下來對不對 那這些細胞膜的成分 細胞脂的成分 基本上就分解就消失 所以就留下那個當初原生子絲所在的管道 所以就看到中間這個地方那個小圓圈 然後有一些輻射狀的管線出去 然後接下來你就看到這個周邊這個地方 這個中間小圓圈周邊的地方 好像有一些同心圓的紋路 OK嗎 好這種細胞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叫做後臂 叫做後臂細胞 然後再依據後臂細胞還有一個可以變化的方式 如果你現在希望的是顆粒型的 就是球型的 你可以把它叫做實細胞 OK 比如說我的周邊通通都是薄壁細胞 所以我不需要特別的造型 我就是維持跟原來的薄壁細胞基本的造型一樣 就是球型的狀態 當然邊緣還是有點不規則 但我們還是真為球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可能用實細胞就可以了 所以你去吃那個離子跟那個拔辣的時候 不是有吃到那個火肉當中有一些顆粒的質感 有沒有 那個就是實細胞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今天這樣子的一個 能夠提供非常 要是細胞幣這麼厚 它的支撐力會非常的好 那你去想像一下 我現在呢 在整個植物體當中 微管束 微管束的支撐力如果很不好的話 那我適度的在旁邊呢 去添加一些支持力不錯的這個細胞 對不對 那我的造型是應該要趨舊與微管束 跟它一樣是長條狀的 應該會比較適合 所以有一些它在改造的過程當中 它不只是細胞幣加厚 它還會把這個細胞改變得比較長條型 那我們就把這種 承知為 纖維 所以後皮細胞可能有兩種造型 那這兩種造型應用的地方 就不盡然相同 所以可能是視細胞 第二可能是纖維 那一般纖維比較可能會出現在哪裡 就是微管束這個附近還蠻有可能的 不是絕對 就是經驗法則裡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 你會發現有一些植物的筋 就摸起來有條紋 就是 它的筋不是圓滾滾的 是那個表面呢 然後 有一些突出去 突出去 突出去 然後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些穩住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 其實它的底下 它的底下 就有可能 因為我現在調我其實很硬硬的喔 我這個摸下去馬上就塌下去 就是隨便讓你捏著就塌下去了 其實它底下可能支撐我 那另外就是玫瑰的刺 玫瑰的刺 是不是基本上是一個很硬的 如果你被戳過的話 應該知道 然後像那個 美洲寒修草 美洲寒修草的刺 基本上也是很硬 那 所以 像那些植物的話 你要從 那個表皮 表皮大概就是一個保護者 瞭不起幾層細胞 你說那個 不會到這麼堅硬的程度應該很難 對不對 所以能夠刻意突出去 而且那個質感 質地這麼堅硬 其實通常會有質質組織在幫忙 那 如果要仔細看的話 顯微鏡底下最明顯 因為你用判斷的話很難講 因為有時候後腳細胞 也可以是形成不錯的 很硬的構造 所以在顯微鏡底下 比較能夠確定 它到底是後臂型的還是後腳型的 但後臂型的基本上 它成熟之後就是死細胞 如果這樣硬要比這個支撐力可能 真的會好一點 因為你看那個微管書那麼長 那我要支撐整個管子 基本上 也許可以解釋它的支撐力 它的支撐力真的會比後腳還好一些 再來是5點 有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被基基往後腳 其他 沒了 不會等一下下禮拜解 謝謝 早知道你們沒什麼心情 要寫考卷 就能先來上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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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薄壁細胞 我就是看到薄壁細胞有一個單純的線條 對不對 那如果你去把果膠做特殊染色 你把果膠做特殊染色 你會發現 那你只看這個細胞 你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細胞怎麼它的周邊細胞壁厚不均勻 所以我們依據這個特徵把它稱為叫厚 因為它的細胞壁沒有厚就不均勻 它的細胞壁就是白色這個線條 那你誤以為它的細胞壁厚膜不均勻 是因為它的部分的地方 那個果膠比較豐富 那前提要怎麼改正 為什麼是黃的 為什麼是黃的 因為它是果壁 然後果膠是透水的 你吃果凍的時候 果凍之類的還是會覺得裡面有豐富的水分 所以那個水分只是 只是說 比較能夠束福得住 但是如果你水分要流通的話 是這樣子 就像